面对眼前如此古怪的做旺道,离火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。 他更怕继续跟做旺道待在一起,自己剩下的其他能力同样也会被他逐一骗走。 如果真想彻底解决他,那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苍枪登街了,可对方就在自己面前,哪有时间留给自己寻找内心的极致痛苦。 不行,彼我不明的情况下,必须先撤退,去找到诸葛渊。 离火旺打定主意后,当即把自己的两只耳朵一哥直接扔了过去断后,转身冲出这围楼。 重回竹林时,外面的尘雾已经逐渐消散,离火旺强打着精神向着前方冲着,狂奔中,离火旺咬着牙,重新掏出断骨来, 再次进行补挂。 不管是补挂带着自己找到诸葛渊,还是诸葛渊察觉到有人在给他补挂,这两种情况都能摆脱现在的困境。 只要能杀死发财的诸葛渊出现,那么这场危机就可以结束了。 跑着跑着,前方的街道上出现了一辆驢车,这是一匹很老的驢,虽然老,但是他拉着车棚里,分量很轻的两母女半点问题都没有。 恩公,腊黄妇人瞪大着双眼,看着面前狼狈的离火旺。 有人在追我,帮我躲过一劫。 离火旺迅速地说完,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,直接钻进了马车中。 就在脸色蜡黄的妇人还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,她居然又看到一位一模一样的恩公从前方赶了过来。 你们有没有瞧见跟我长相一模一样的人? 看到了面前,这第二个恩公问出这话,就在妇人还在犹豫该怎么回答的时候,她怀里的孩子用手向着旁边的竹林子一指。 我看你往哪里跑? 看着面前第二个恩公冲入竹林,逐渐不见踪影,妇人连忙抱着孩子,拉开车帘。 捂着腹部伤势的离火旺,看着面前一大一小的两张面孔稍稍松了一口气。 多谢帮忙,这个人情我算记下了。 离火旺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之前的一个善举能就自己一命。 妇人连忙摇头,恩公,你之前在船上救了我闺女,帮你是应当的,你流了很多血啊,赶紧去村子里找大夫吧。 离火旺摇了摇头,掏出火凹真经来,给自己疗伤。 你走你的,就当没我这个人。 妇人抱着女儿连连点头,盖住车帘子,急忙催促着老驴走快点。 离火旺刚用烫伤覆盖住自己身上的血洞时,他就感觉到身下的驢车停了下来,心中顿时咯噔一下。 拉开车帘,离火旺看到远处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。 他手中拿着一块裂开的人骨头,不知何时,对方已经骗掉了自己的补挂的能力,并且开始使用找到了自己。 离火旺深吸一口气,从车上跳下,挡在驢车面前,语气坚定地向着身后两母女说道,你们快走,越远越好。 脸色蜡黄的妇人看了面前一模一样的两人,再看了一眼被吓哭的女儿,连新买的驢车都不要了,抱着女儿拿起行李就向着旁边的竹林钻去。 离火旺张开嘴巴,缓缓哈着气,他看到对方刚张开嘴巴,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,两人猛地一扭头,向着旁边的岔道看去。 看到来人,离火旺脸上露出满满的激动,那是诸葛渊。 一身书生打扮的诸葛渊,摇着手中的折扇,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两个长相一样的离火旺。 没等离火旺张嘴,他就听到对方说话了,诸葛兄,我是离火旺,这人是作妄道。 离火旺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来,不过他也不打算重复对方的话语,认真的看着诸葛渊。 诸葛兄,你能手刃发财,面前这座妄道的小把戏你肯定也能一眼看穿吧。 听到两边的对话,诸葛渊想了想,饶有兴致地发问道,当年我送给你那新着发丝可带来了。 当然,在我这,离火旺用刀划开肚子,直接把那黑色的纺锤拿了出来。 要不是今天诸葛渊说,离火旺还真不知道,这纺锤上面缠得居然是新着的发丝。 看着手中的黑色纺锤,又看着对方捂着肚子阴晴不定的表情。 离火旺笑了,看起来对方并没有猜到自己肚子里居然还藏了东西。 离火旺重新把那纺锤放进怀里,扭头对着诸葛渊说道,诸葛兄,当心,这次的作妄道得不一般,他骗取别人的能力。 你不用说了,小声已然知晓。 诸葛渊把手中折扇收了起来,从袖口中直接掏出一根判官笔来。 离火旺专注地盯着,他实在很想知道的,面前这能杀死发财的诸葛渊究竟有多厉害。 看到面前的作妄道后退半步,离火旺心中露出一丝冷笑,这会知道怕了,早干什么去了,居然还敢冒充我。 紧接着,离火旺看到那诸葛渊双手抱拳向着自己拱了拱手,轻轻抬起手中判官笔。 向着自己的左腿一点。 离火旺瞬间失去了自己左腿的直觉,亮呛到底。 离火旺满脸的错愕看着眼前的诸葛渊,一时间都以为自己看错了。 可看到诸葛渊再次向着自己举起判官笔,他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没看错,诸葛渊就是在对自己动手。 你在干什么?那人才是作妄道啊。 离火旺极度悲愤地喊道,诸葛渊手中的判官笔再次一点,离火旺整个下半身都失去了知觉。 心中充满强烈不甘心的离火旺,表情扭曲歇斯底里地对着眼前的诸葛渊呐喊, 你骗人啊。你之前对我表达的善意都是骗我的,你跟作妄道压根就是一伙的。 面对离火旺的指责,诸葛渊面带微笑并不打算说什么,他的判官笔尖指向了离火旺的脖子。 我不能死,他们还在等着我呢?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,我绝对不能卑微地死在这里。 离火旺不甘心,还想挣扎,当那判官笔顺着离火旺的脑袋画了一圈,他身体一僵,再无半点生机。 碰!离火旺的尸体重重地趴在地上,那黑色的纺锤从他手中滚落,缓缓地来到诸葛渊的脚边。 他掏出白色的手帕,把那血肉模糊的纺锤拿起,递到另外一位离火旺手中。 而这位离火旺把纺锤塞进自己肚子里,走到那具尸体旁边,用小刀掀开他的脸皮。 在那几层脸皮中翻了翻,他找到了之前,船上那排技最好,死在海里的大胡子光头。 诸葛兄,这坐望到之前似乎真以为自己是我了。 感谢森芝黑山羊盟主的十万起点币打赏。